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理 這個徐曉鑫議員 那麼昨天周遇寇指控他 他把一個分局長 調到辦公室罵 為什麼 因為只因為一張華丹 我看他到現在 對這個事情沒有反駁 也沒有說要告周遇寇 莫非這是事實 那難道呢 他其實是一個慣犯嗎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看 因為他今天 到朱學恒的網站去捐了9000塊 他說他要贖罪 那網友說 其實重點是在於 你有沒有要認錯 而不是捐款 那麼另外呢 是柯文哲市長 因為從明天開始 這個中央要在六都 設這個兒童的疫苗接種站 那其中台北市在自由廣場 可是柯文哲說叫叫白痴命令 因為這個會造成感染 那到底誰講的有道理 今天我們要來追這個討論 台北市是六都裡面接種率 兒童接種率最低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也要來討論 這個國民黨的苗栗很特別 因為說明天就要宣布張昭 徐志榮立委選苗栗現場 徐志榮說我沒要算 他拒絕接受徵召 怎麼會有這樣的 這一個這麼突兀的動作呢 另外這個張善政到現在 連呂玉玲都碰不上 那他這個他表示非常的憂心 另外是剛剛講到疫苗 中國說打這個科興疫苗 竟然有萬人得到白血病 那現在中國為了打壓這個新聞 正在這個盡量不讓這個新聞爆發 那另外是中國今天派了30架 共機在台灣的這個西南騷擾 為什麼是30架 忽然之間來這麼多 莫非跟美國聯邦參議員來有關係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的理會 王定宇王委員 弘英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弘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自身的媒體人黃創下 弘英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庄會的副主委 葉源之 弘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徐清皇 張大高 大家好 另外是被譯入捐的少將于北城江軒 弘英哥好 大家好 那另外也是臺北市議員 簡蘇培簡議員 弘英哥好 大家好 好 那待會新北市的市議員張志豪也會加入 首先我們要再來還原一次 那麼這個臺北市警方所公布的密入器 當時還原 到底這個徐曉心有沒有施壓 同時 為什麼周一寇對他的指控 把分局長叫到辦公室嗎 只為了一張罰單 迄今他都沒有回應 來 我們來看一看 學修興 你是駕駛嗎 要開走了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鎮駛沒帶 有了 有了 怎麼了嗎 我會開單喔 這邊紅線 喔 我要開走了咧 對 這個巷子很窄 我現在開走了咧 還要開嗎 嗯 對 好 去 欸 你們這麼不信啊 我是許常鑫喔 你們這不是就是這我的車 你們這不是都是如果有人的話 你們是先用勸導嗎 之前有問過警察局都這樣跟我講的 啊什麼時候變成是直接開啦 不然你要開就開啊 我意思是說之前我問過很多次都是說 如果車上有人的話是直接勸導 然後你在開之前的話是 那剛才車上沒有人 不是他又馬上下來了嘛 嗯 沒關係那我們再回去講啊 不用回去講啊 就請離開就好謝謝 我就是 我是不了解說 沒關係啊沒關係啊你要開啊 你要開啊 你要開 不要 說開走啊謝謝 你可以開 你可以開 你開啦 開掉你這樣 這樣我們也不好做啦 不用不用不用 開掉啦 不用不用 開的我更不好做啦 快 全開車謝謝 我們看到就趕快出來開了啦 好 拜拜 好 那麼徐曉昕啊 他到朱學衡的這一個網站去 那麼他捐了 他說他要捐九千塊 主要是要捐給這個醫護人員 他稱自己叫做為庭犯婦 那網路上有人說其實重點不是捐錢 重點是你到底要不要認錯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青黃 你怎麼看他他有沒有認錯 他到底有沒有要施壓 好我們先看整個徐曉昕的事件 分三個部分來看 分哪三個部分來看 各位 你去看注意看這事情 這個事情到現在已經延燒超過一個禮拜 他等於從五月十九號二十號左右 一直到現在 所以你看時間其實已經超過一個禮拜 然後你再去看一件事 他分三個部分 第一時間這個援警就傳出來說 他等於是被施壓的狀況 所以沒有開他罰單 好那這件事情你看徐曉昕一開始處理方式是什麼 他一開始處理方式說沒有我叫他開單 然後是警察不開我單 所以意思就是因為問題都錯在警察 然後到後來還說那個爆料的故意抹黑 所以這個階段 你如果對照公佈了這個密錄器畫面之後 對照起來那個階段 我給他兩個字的定義 就叫做in out 所以他整個分作三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他有沒有違庭 有違庭 第二個我們剛剛看到畫面裡面 這個還有人說是見解問題 但我覺得不是見解問題 那一句話叫做我們回去再講 這句話其實本身這個施壓的味道就很濃厚了 因為一般民眾誰跟你可以回去再講 沒有人可以跟你回去再講 所以你跟一般民眾如果不一樣 那就叫什麼兩個字特權 所以他就分第二個部分出現了 就是違庭特權 好那第三個階段照理說你要認錯了吧 一般民眾認知也是這樣 但沒有所以你可以看到狀況是什麼 徐曉昕自己的部分說人家是抹黑 結果國民黨一堆人跳出來挺他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事情對民眾來說 最關心的是特權這件事你接不接受 所以這個不是叫做違庭犯覆 民眾關心的是特權這兩個字才是真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是整個網路上的聲量 你看在Google聲量 徐曉昕三個字真的衝上第一名 表示大家真的很關心特權的事情 Google第一名 Google第一名 大家就說你這個真的是特權的問題 可是你想像不到是徐曉昕才32歲 在國民黨算是很年輕 結果竟然你應該要做為國民黨代表的 結果看起來你竟然還做這種 這麼古老的特權施壓的事情 所以他當然關注度很高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他關注度很高之外 你看喔 在Google網路的搜尋聲量上面 藍色的線 我們把他跟郭彥均事件 在做對照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件事喔 徐曉昕事件其實在網路上掀起了 關注度比郭彥均還高 你看郭彥均是紅色的部分喔 然後你可以看這個那個 徐曉昕是藍色的部分 郭彥均是黃色的部分 最近我們發現一件事 藍色的部分曾經一度這麼高 但郭彥均只有跑到這麼高 所以黃色跟藍色比起來 是很明顯的對比 所以徐曉昕事件一直到現在呢 其實還是陸續在延燒 好 那我剛剛是不是有講一件事 就是徐曉昕的三個階段 違庭 特權施壓 硬拗 那硬拗這個階段呢 大家覺得最神奇的是 過去這十天裡面 國民黨為什麼有這麼多奇怪的 幫徐曉昕講話的言論 有兩個部分 來 大家先看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時間喔 這個好像是趙耀康的小編吧 PO出來說徐曉昕根本沒有停在紅線上 那邊根本沒有紅線 所以徐曉昕沒有違庭 然後說呢這個都是1450在造謠 所以要求造謠人士立刻道歉 那時候講這件事情的人 他都說人家在造謠 所以你看喔 後來更妙的是什麼呢 後來更妙的是 臺北市政府 悄悄把這段紅線給補上去了 表示那個地方是不准停車區域 所以換言之 這一篇當時這個等於被秘密器打臉 好 那我們來看國民黨是怎麼挺那個 是怎麼挺徐曉昕的 來大家看一下 有人開玩笑說 這好像搭上失智列車喔 因為他明明就涉嫌三部曲嘛 就我剛剛講的違庭特權施壓硬拗的部分 就你看喔 羅志強說挺巧心 別讓勇者孤單 趙少康說勇者無懼 追求真相不含糊 這就是徐曉昕 然後你看這個立法委員林毅華說 支持巧心巧心加油 我想說你到底要加什麼 特權加油嗎 特權勇者無懼嗎 還是施壓勇者無懼 所以你可以看到國民黨在幫他講話方式很奇怪 然後你再看這個裡面 這個是國民黨新北市議員陳偉傑 他說勇者無懼 巧心加油 奇怪 為什麼你們國民黨都說徐曉昕這叫勇者 是特權勇者 還是維庭是勇者 還是易奧是勇者 這三件事情我都看不出來哪裡是勇者 所以你看看國民黨這些挺徐曉昕的言論 等到密錄去公佈之後 大家都認為說你這就是後面這個階段 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真誠的道歉 最妙事 鄭大哥你剛剛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在影片中 現在為什麼最新的有扣解講的那個部分 是因為在影片中 你看他新生出來講話的時候 我都來了 你還要開單嗎 這句話我請問我們一般小老百姓 會用這種方式跟警察講話嗎 不會嘛 而且他講完了之後 徐曉昕自己再補出來 也是講一樣的話 他都出來了 你還要開單嗎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真正應該真誠道歉的是 你有沒有在特權施壓這件事情 可是很顯然的 他只承認了 他認為他違庭的部分有問題 他沒有覺得他講的話 有特權施壓的部分 但對於民眾來講 這個才是大家最關心的部分 好 講民眾的感受 我等一下來講蔡其昌的例子 來 范老師 他今天會去上朱學恆的節目 就表示他覺得現在這個情勢 對他一片大好 他要把他做大 做滿 做足 他今天捐九百塊 九千塊 他就在諷刺 我要繼續炒這個新聞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不捐九萬 為什麼不捐九十萬 為什麼捐九千 這是個話題 他透過朱學恆在帶風向 他透過朱學恆在藍營的網路世界炸鍋 然後形成一個大的一個趨勢 這個對他當然是有利了 未來 甚至我必須要講 二零二四年的臺北市的立法委員提名 他就是個戰神 他是年輕 又年輕 學歷又好 外型也不錯 然後各方面表現又是戰鬥來的精神代表 他憑什麼不提名他 所以我認為今天他在這個 他對他是絕對是有利的 而且我覺得他是個慣犯 今天你的車子停在紅線上 他現在出來講的警察第一句話是什麼 怎麼了 好像這沒什麼了不起 如果我今天是我的停在紅線 警察來 我一定說 抱歉 警察我趕快走 或者怎麼樣 或者你要開單也可以 他說怎麼了 意思是說我理直氣壯 我不是第一次停這邊 我以前就這樣停 他問說怎麼了 然後他說我是不是可以先 我開走了 意思是說過去那個警察不會那麼白目 過去警察來 他就把車開走了 屢視不爽 這是那個警察 你白目 你還想開單 但是他還說 好我開走了 是不是就OK了 他就問 表示這是他過去的SOP 而且車一般 甚至因為警察一定是先查號 誰的車 許小新 算了算了 免得麻煩 所以我必須要講 今天張許小新說 那我們回去講 這個警員的第一反應是說 不用回去講了 表示回去講這三個字 這個警察有沒有感受到 一定感受到 這回去講不是說回家講 不是跟他爸爸媽媽講 是跟誰 是跟回去跟你的警察的老闆講 跟你的長官講 所以這個警察當然會 如果說我們回去講 那個警察想說回去什麼 不干我的事 照開或怎麼樣 他為什麼那麼敏感 他知道你的回去講 這個通關密語 我警察一下子 第一時間我就反應 他是膝蓋式反應 他不會說 請問你要回去哪裡講 或者你要回去找誰講 警察立馬說不用回去講了 不用開了請走 他那個反應為什麼那麼快 表示他很清楚 你這就回去講的意思 就是要找我的長官 我更麻煩 爸老師 我講一下蔡其昌 蔡其昌 立法院副院長 那他有坐車 然後他說有一天 司機被警察攔下來 可能有違規還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司機就下來 跟交通警察說 裡面是我們做副院長 蔡其昌 滿頭大汗跟他出來嚇說 你給我接聽 叫警察趕快開 他說開完趕快走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就是 你違規就是違規 對的是 那錯就錯 你不可以再講說 我裡面做的是誰 然後他說這個事情 要是這個警察不爽 然後把他弄找記者來 那事情不是更大條了 事實上對跟蔡其昌來講 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司機開車 對 結果你知道他事後他怎樣 他還送一束花去那個分局 給那個分局的警察 跟這個 這個長官講說 你不准處分他 處分他就不得了 因為他是盡中職守 我在想說 奇怪 蔡其昌跟許曉欣 怎麼有這麼大的差別 王偉 事實上我們先回到一般人的反應 我們難免 難免有些人都會有一些違規 對 遇到時候會怎麼樣 一般人 遇到警察攔下來 第一句話一定是講 不好意思 我不是挑故意 我不是故意的 那偶爾也許有人會求情 我開手是不是就可以 一般人的反應 許曉欣你會發現 從頭到尾 他沒有 他連不好意思都沒講 我許曉欣 這個不是都先勸告嗎 你開啊 回去講啊 這種態度叫溫和 其實不是 我自己忘記帶行照 被攔下來過 我還說 他沒有認出我 趕快開 我抱歉我不會跟你找 開開開 然後報名字一報 一看那時候我當議員 欸 議員你怎麼不敢先說 我抱歉就死了 再先說你快開 我們自己就不好意思 你就趕快開吧 沒有帶到行照被你開違規 違規難免有人都會 但是面對違規的態度要對 誰被開紅單回去要跟誰講 我們這裡現場任何人被開紅單 你回去要跟誰講 跟媽媽講嗎 要跟誰講 怎麼會有回去講這句話 原來台北市是可以回去講的嗎 然後呢 好吧 被揭露了 攻擊媒體人 攻擊PO文的人 他說要告那個PO文的人 理直氣壯都已經不可取了 這是理不直氣很壯 然後這個議題呢 聲援的人不管是藍營的媒體人 或藍營的立委議員 你是不是高興告訴我 當你說好棒棒加油勇者無懼 你是在聲援他的違規停車 還是要聲援他違規停車都不犯不認錯 還是聲援他違規停車被揭露之後呢 勇於去攻擊那些揭露的人 你到底是聲援哪一件事情 先告訴給大家知道 而這個問題其實不大 我坦白講 對國家社會 他不是一個大事情 為什麼會燒了十天 對 其實是徐曉欣自己讓他燒十天 這件事情今天換別人 今天換簡蘇培好了 藍營的人會不會說勇者無懼 如果不會 那你們根本就是政黨蒙蔽的眼睛 政黨蒙蔽的腦袋 根本是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 徐曉欣希望他燒越久越好 會變英雄嗎 會嗎 後來創效 基本上徐曉欣這裡面出了很多的麻煩 這麻煩裡面是對國民黨的一個所謂的 徐曉欣還算國民黨 跟葉元智一樣是清新的人物 那個反差特別大 首先第一個呢 他是無意識的 那最可怕 什麼叫無意識 剛剛我們講的嘛 不好意思警察來了 結果他沒有不好意思 那代表著他完全對他自己 現在是議員這個身分 然後停車之後跟警察的爐一下 他認為這是他好像該做的 他完全不覺得這該不好意思 這個是第一個恐怖的地方 就是當了議員被捧了一下子 就忘了 我其實要跟人民一模一樣 這個的心態 這無意識表現出來 這是最可怕 第二個是不治 這件事情其實坦白講 就是九百塊 你就罰了 你就盜欠就認錯 上個禮拜六 在錄影帶公布出來之後 盜了欠 可是你還讓他繼續燒十天 你知道這議題其實早就該落幕了 你自己還漏 就叫不治 但是最可怕是什麼 他完完全全是在複製馬英九 他的盜欠是沒有誠意的 就叫不成 什麼是不成呢 道歉就道歉 你還扯這麼多 他其實就跟馬英九 那時候在巴巴風災之後一樣 我不是已經來了嗎 發Email給他姐姐馬以南 好人美好報 然後再過來 如果讓民眾覺得不高興的話 我願意道歉 所以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覺得他有錯 所以這個事情是許小心部分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你說他很清新 他是第一任的議員 對 那如果有一天他當立委 不曉得會怎樣 所以現在他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我後面要講的 更可怕的是什麼 他們那一群同溫層 開始在護衛他 而在護衛他以後 真的是更可怕 有兩種人在護衛他 那就是老百姓這麼care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那些藍營的人 那是同溫層的互相取卵 互相捧他 那這樣捧的結果 在他的選區裡面 我同意到范老師講的 在市議員的選舉裡面 他會變成是藍營的吸票機 而在吸票機之後 接下來他如果要公立委 都變成是因為得票數 有辦法 但是第二個可怕在哪裡 這對市民來講 最在乎的是什麼 我們上禮拜在那邊討論 到底可不可以公佈這錄影帶 我們去研究了警政署的那邊什麼 最後講了半天就是可以公佈 但是拖了這麼久之後 黃珊珊要出來幫他 然後告訴他 這是保護公務員 或什麼樣 好像要幫他去掩飾 所以這樣一個上層的潛規則 保護這個議員 這才是老百姓覺得說 這個社會裡面 真的有階級之分 徐曉青都把這幾個引爆了 這才是社會關注他了十天 創下我補一句話 我自己台南看 國民黨都有這一種 你分析他這個事情是錯的 可是他卻可以讓同文城 瞬間像飛蛾玩 這樣看到火一樣集中起來 票會飆高 可是整個黨的席次跟形象 開始往下走 台南有一個 那都一樣 就是個人 讓社會覺得這樣怪怪 不對 這不對 不可以這樣做 可是同文城覺得 英雄叫小賀 加賤這個 然後把票吸高了之後 整體國民黨是往下降 國民黨還有頭腦的人 應該去思考 這件事情錯道歉 難免為之 就過去了 是 那將軍你要不要也弄個車子 圍挺一下 然後你下來就說 我是余將軍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在軍中 我們當將軍 我們跟我們的駕駛兵講 有任何被警察開單 就拿回來沒關係 不會處分你 因為小賓去找議員去弄 哇這很難看 這難看 那我們以前有一個很有辦法 勤務大隊的大隊長 他說長官你們的罰單 都都不要不要去跟警察喬 全部交給我 我幫你喬定 那這多厲害啊 我們他他管 大概十幾部將軍車 他每一個這樣的那個罰單 他都搞定 哇你跟警察這麼熟啊 後來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人 你知道 我就到房間去喝茶 你真佩服你 你可以把這麼多警察搞定 他說長官你也行啊 那就幫他繳錢就好啦 你知道嗎 很多人是這樣子 後來他升到上校了 對 所以我講 徐曉星這個事情 他獲利 我為什麼說他獲利呢 徐曉星在整個國民黨 他不是深藍 而且深藍很討厭的人 甚至曾經很多深藍講說 我開除他 我幫他補一下 去年的時候 連中國湖南的一個媒體 都把他偷罵一頓 對 說他跟李正浩一樣 可能是叛徒 沒錯 他們這些年輕的議員 是被深藍極為討厭的人 甚至要把他趕出去 還有我當主委說 還有人說 我們要發起開除徐曉星 後來我被開除 他突然打我一槍 所以我就講 他不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 他沒有朋友 他不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 所以剛才創夏哥說 那個重色親友 我說那對創夏哥 是一種很大的侮辱 他不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 他只要有利益 誰都打 你知道你今天這樣講 很嚴重 很嚴重 因為我深愛我的 你有兩件嚴重 有一件可以 台面上可以講 我深愛我的另一半 所以其他在我眼中都不美 這樣講應該可以 可是他做錯了一件事 他這件事情 一直在講說 有人在幕後操作 後來有一個 我有一個網友寄給我 他說對 將軍我剛好 真的有人在幕後操作 誰操作 不是藍 不是綠 也不是什麼1450 是住在那個巷子裡面的人 那個巷子是叫老巷子 所以以前那個地方 是可以隨便停車的 後來經過都市規劃 就是防火象等等 相關的安全規定 不能停車了 所以每個民眾都看到說 為什麼這台車每次都可以停在這邊 每次都是 而且都不知道是誰的車 是有民眾去檢舉 這個警察才那麼 他那麼無聊 所以他一看到那邊 徐小青他就知道 因為有人檢舉 然後他不能夠不辦 所以他一定要做個樣子 最後的警察 你的意思是說他是灌飯嗎 他常常提 那個地方吃飯那一家 他會偶爾去吃嗎 還是他去做選民服務 還是他要去處理公務的事務 那條巷子好像離台北市議會 兩三百公尺而已 就是吃飯嘛 他就是吃飯 他是選民服務嗎 沒有跟跟先生吃飯 什麼選民服務 對不對就是去吃飯 然後巷子裡面的老百姓 看到好幾次 敢怒不敢言 找警察來 後來警察居然沒有開單 所以老百姓跟警察去說 你為什麼不開單 所以這個警察被寄生戒 被寄生戒 那警察當然一肚子悶啊 所以這個事情造成員警很悶嘛 所以員警就在他的IG上 抒發心情 就被他的朋友潑上去了 然後就造成這麼渲染大波 所以徐曉星這個事情 他忽略了三件事 雖然爭取了深藍 可是得罪了所有基層員警 所有基層員警炸鍋悶死了 你知道嗎 老百姓心裡想 終於正義感了 老天有眼明察秋毫 只有你可以聽 我們不能聽 現在終於有人看到了 但是還有一個人 是最大的受害者 誰受害者 高層的警察 高層警察 他掌握了預算 他不能不跟他們協調 可是你把這個事情檯面化了 以後這些議員都完蛋了 以後所有台北市議員 沒有什麼公務停車 沒有什麼暫時怎麼樣的 一切按規定辦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需要一個人掀開了 整個台北市議會 最不 最讓人家覺得很痛的那一點 我就講絕大的議員是好的 你這樣子好像讓人家覺得 你們台北市議員都這樣子幹 你們台北市議員都這樣子 原來都可以亂停車 所以我說一個人可以為了自己的支持度 讓基層員警炸鍋 讓人民抓狂 讓高層的員警不知所措 也只有徐姓議員可以這樣做到 那原資同為這個同黨的同事 要不要幫他講講話 就是我 我是覺得說他一開始看那個影片 因為說真的之前 我是沒有很關注這個議題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個違庭 然後網路上有人罵他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影片公佈之後 就是讓我覺得對他有點小傷 因為感覺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爐一下 就是說他有把口罩拉下來嗎 說我是瞿小青 那有這個動作 感覺就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 可以就把車開走了 確實是有這個動作 但是他有沒有施壓 我也覺得沒有 他並不是說你不准開喔 反正我要跟你的長官講 你可能會出現什麼問題 他也沒有這樣 沒有人施壓用這樣的 這麼叫醜陋 對 可是我覺得他老公後來 其實是有注意到就是說 民意代表不要被人家做文章 所以有請他一直開 然後甚至講說你趕快開 這樣我們比較好做 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不要大家以後再扯不清 我覺得他其實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一開始可能就是講了一句 我們回去再講這句話 就變成各自解讀 回去再講要講什麼 他後來他自己有解釋 他解釋的是說回去再申訴 這是他解釋的嘛 但是袁謹聽起來可能是說 這是他講的 因為這是他發生的事情 我們也不能讓他說什麼 袁謹 你知道講嗎 你趕快開我們比較好做 這一句話 站在議員的 就是我們民意代表小都會覺得說 我知道不對 叫你趕快開 你知道站在執法的公務員來講 那是很大壓力耶 你好做 你知道做什麼 好啦 你開啦 我回去比較好做 我比較知道喪起 喪起朋友喪起完小人 那個比較好做這一句話 其實對開單的執法者 為什麼那警員後面會講說 不要回去我講我更麻煩 你趕快開走算了 那個是有壓力 這個有點像性騷擾 性騷擾來自於當事人的感受 不是你說你摸一下 我又沒有那個意思 當事人的感受 當那個議員的另一半 當事人在那邊講說 這不是勸導嗎 我回去再講就好了 你趕快開啊 我比較好做 其實那個是兩面性 也許他先生認為是 我知道這個不好 我要趕快叫請你開 你講的是對的 我認為他可能是這個意思 但是在那一個當下 一般民眾不會講這句話 一般民眾不會講這句話 就不對了 你開就開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主觀上沒有要施壓 但是定語委員講說 這類似性騷擾 人帥真好 人醜性騷擾 就是說可能主觀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大家的感受不同 所以盡量我覺得就避免 類似的話 因為周一寇小姐 他昨天有指控 這個曾經為了一張華單 徐巧欣把分局長叫到辦公室去 而且他老公也在 從昨天到現在 徐巧欣不曾為這個事情 有過一句辯駁 莫非這是真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等一下我們也來請教 這個台北市議員 簡素肥 簡議員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警察因為某個人的某一句話 而改變他的執法態度 甚至他覺得他受到委屈 他被施壓了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受到公平 市長你最討厭特權宅啊 直指圍庭事件 許巧欣的言辭就是施壓 議員林亮君為吞下 身界懲處的原警暴不平 許女已經講說他沒有施壓 他沒有施壓 所以這件事情 是雙方的誤會 才導致這個後果 我認為這兩隻身界 應該要回去檢討 他要馬上下來了嘛對不對 馬上那我們再回去講 就是這句回去講 讓原警執法態度瞬間縮了 事發後多天秘魯器才公布 但許巧欣當時聲稱 早在19號就申請要求公布 卻遭分局打臉 但議員質疑20號 就曾要求警局提供影像 給議會 警方卻說法反覆 哀批公然說謊 關於政府所擁有的資料 你知道 在什麼程度下可以公開 你知道 我當時說 你們平常每天都個資 事件掛在嘴上 可是為什麼到這個時候 大家都突然雙標 23號的時候跟我講說 當事人不願意公布 所以許巧欣議員 難道是介於願意 跟不願意之間嗎 一個分局長 來到議員的辦公室 跟議員胡扯 至於警局護航誰 媒體人周玉寇 又在臉書上加碼爆料 所許巧欣曾為罰單 把分局長叫進辦公室 因為開罰單的問題 來去對他訓話 請問這是真的嗎 來跟你做報告 我是今天中午才看到這個報道 但目前我並沒有接到 這方面的一個反應 市警局澄清查無此事 第一時間認為 雙方已對外說明 內容無出入 無需公布密武器 後續為了捍衛警方執法 才轉變態度公布 對遠景懲處 將遵循各界意見 審慎言處 周玉寇小姐是這樣講的 他說臺北市 某年某月某日 有個分局長被叫到 許巧心辦公室罵 他的老公也在場 我再說一次 某年某月某日 你找了某某分局長 為了一張罰單 把人家叫到辦公室痛罵 你家的姓劉的先生也在場 難道你也要監視器嗎 你也要證人嗎 他還說你還有事情沒公布呢 然後周玉寇又說 我講到這裡為止 你再給我混球下去 我就把你給撕了 我請教一下原諸兄 你如果被人家這樣子指控 你會告他嗎 我的個性是不會 會每一個人做得不一樣 所以要看他過去 是怎麼去面對類似的議題 對 如果是沒有這回事 他會出來澄清 子序物有的是 會出來澄清 會 那可是他也沒有看到澄清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他沒有聯繫 王委員 你也是民意代表 如果有人這樣指控 你會告嗎 第一個 我該講原諸 第一個我們一定會出來澄清 沒有這個事情 對 你跟我講時間地點講出來 講錯你要道歉 最起碼會要求道歉 可是這個事情 目前我看不到內容 是 好 范老師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於徐曉清本身是好 但是對賈王安不好 為什麼 對國民黨也不好 賈王安 你要不要對這個事情表態 我這兩天沒有看到賈王安針對這個事情表態 他 今天他是你國民黨的明日之星的市議員 你賈王安做的 未來你可能成為台北市長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應該站出來講話 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他是整個人隱藏起來了 不去不去做任何的這個態度的這個表示 那對國民黨當然也是不好 朱立倫你要不要表態一下 這個人是馬英九一手提拔 那得這個明日之星 你們國民黨態度是什麼 我我不要講 他的先生叫做劉彥禮 他的先生是網路溫度計的負責人 沒有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以前是 所以他對於網路的整個輿論 他當然有掌握 他一定覺得對他有利 他要繼續炒下去 我不要講昨天 前天美麗島電子報做了一個民調 民進黨的好感度是43% 有下滑 減2% 不好感度是4.2% 增加了3.9% 死亡交叉 首次不好感度交換 因為疫情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不滿 但是國民黨的好感度 剩下27.5% 反感度高達55.4% 表示你的好感度是不好感度的幾乎 只有一半而已 那我認為 這個27.5% 是國民黨的天花板 我覺得經過許小新 這個事件 他的好感度應該會衝到六成 因為大家都講勇者無敵 好啦好啦 我是覺得國民黨 所以有人就頒一個秉額給許小新 勇者無敵 朱立倫提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簡蘇培簡議員 第一個就是說 臺北市政府公布的那個露營帶 為什麼需要馬賽克 因為這個是針對於所有的交通事故 如果有需要被拿出來做說明 或者是說 因為員警現在執行的時候 都會帶密錄器 如果他們有一些治安需要進一步的說明 或者是說警察破了什麼案子 他把他拿來當成一個新聞 然後要包揚這個警察辦案 辦得非常努力 其實這個當事人 其實都會被馬賽克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影片的馬賽克 這個影片的公布其實 讓我比較質疑的是 其實他是五月十九號 許巧新微庭 五月二十號這件事情 就第一次劍報開始被討論 一直拖拖拖拖拖 拖到上個禮拜五的深夜被公布 然後變成一個這麼大的新聞 然後臺北市政府居然講說要尊重當事人同意 才可以公布密錄器的影片 那我就想說奇怪 那過去我們在這個很多的偵辦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四月底的時候 柯文哲柯市長之前有一個市政顧問 也因為違規被女警開單 嗆女警說你怎麼那麼認真 下雨天你還出來開罰單 那女警很不開心 就把他爆料爆出來之後 柯文哲當天晚上就公布了密錄器 而且這整個整個案件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在第一時間 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講什麼 他很停許巧新 他說網軍無所不在 他說這個事情 許巧新微停被爆料 是1450網軍操作 他有什麼證據 這就是很有趣 他說因為爆料的那個人 是經營了一個粉磚 然後這個粉磚常常會批評他 所以就是1450 然後黃珊珊更有趣 黃珊珊居然說 許巧新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議員 所以違規就違規 但這樣惡意操作不恰當 而且許巧新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議員 好這件事情 柯文哲就把他轉移成是網軍的操作 要來打擊國民黨最紅的新星 然後這樣子 簡易我請教你 許巧新跟黃珊珊還有柯文哲交情好不好 我本來以為他們不好 不過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覺得他們很好 那他們很好 簡單一件事情 如果剛剛定語委員有講 如果這一件事情 是發生在簡書培違庭 你死定了 你相信 柯文哲第一時間會說 廣軍無所不在嗎 簡書培被打壓嗎 會嗎 或者是其他的綠營議員 有可能會是這樣嗎 柯文哲第一個公布出來 是不是 他三隻拔枚也跟你公布 對不對 許巧新這個市長會挺黃珊珊還是講萬安 我告訴你 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大家剛剛有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選區很 大部分都是比較藍營的支持者 但我在禮拜六禮拜天去討端午節的活動的時候 你知道文山區所有的民眾都在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真的喔 對啊 他們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可能 為什麼可以有人被開紅單 第一時間看到警察不是囚牢 而是告訴他說 我是許巧新 這是我的車 有什麼事情 結果他當天是沒開喔 當天沒開 不是一般人的待遇喔 對 他是當天沒開 他是新聞暴露出來之後 才補開罰單 然後在這個中間的過程 是因為他施壓 但他一直硬拗 而且把這一件事情升高成藍綠隊 才讓袁警非常非常不滿 才有後續這一件事情 那黃珊珊 那這個袁警 他被寄兩支申戒 是 許巧新有幫他求情嗎 沒有啊 許巧新還說 許巧新在5月28號影片公佈之後 5月29號他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他對這個袁警不會追究 因為這個袁警可能有堵職 他不會追究 但對於爆料出來這一個人 就是這個老師 他一樣會告他 所以你看他的態度還是非常的高傲 那我要講堵職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有進一步的去跟台北市警局的同仁了解 我說為什麼會有堵職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他說 許巧新議員在發生這件事情被爆料之後 有繳市警局跟分局去他的辦公室 然後了解 然後他就說 因為這事情被暴露之後 因為原警該開單而未開單 就有網友留言說這警員獨職 居然有人開在紅線上面 維庭在紅線上面 他都已經去查了 居然沒開單 就放他走 所以他獨職 所以許巧新就反過頭來問 問這個警察局的同仁說 那這個同仁如果影片公開 他會不會有堵職的問題 然後這個分局長就想要保護同仁 他說這可能會有 所以他們才達成一個所謂的共識 說不把影片公開 因為把影片公開之後會有堵職 那個簡英文我給我問一下 去問警察沒有開單 是不是堵職 第一個到底是誰問的 這個是警察局跟我講 我坦白講這是一個惡劣的操作 也就是說我沒有不公布 我不公布是為了保護警員 一個違規違法的人 為了人家要知道真相 想要看那個影像檔 那現在揭露影像檔 不是要保護我 是保護警員 要不然警員要賭職 警員最多就是執法不利而已 哪來的賭職 我是覺得整個事情 那個理不直氣很壯 真正是會延燒 會讓民眾厭惡的 其實在這個點 倒不是他違規停車的問題 所以說其實許巧新 他不想影片曝光 因為他知道曝光會出事 他現在故意就是說 我為了保護這個警察 所以說被人說 現在就是說 他把這個不願意公布的責任 反而退給警方 就是說這個這樣出 如果說公布的話 我是小商 那個警員可能大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你們警察的責任 不是我 我真的覺得去拿這個來 來作為藉口 來轉移焦點 我覺得很不應該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 搞成這個樣子 那柯文哲今天接受 那個他的議會 他說 哎呀我 因為他被質詢問這個問題 他說我不討論個案 要討論通案 然後他就說 那個密錄我不想看 他說你們平時都講隱私權很重要 掛在嘴巴想 現在要公開這個密錄 他說這個是嚴重雙標 他就是想避重就輕 不想討論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然後還說什麼 大家都雙標隱私權 他不想看 本來市議員就可以掉 這是職權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柯文哲到現在為止 好像還在幫徐曉星 就盡量幫他站在他那邊 幫他講話 但他徐曉星是不是柯友友 徐曉星是不是柯友友 我覺得從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感受到 至少不是柯黑 柯文哲其實對他是非常非常友善 不過我要講 為什麼黃珊珊跟柯文哲 要對他這麼友善 其實剛剛大家講的 徐曉星其實在網路聲量上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藍營議員 他是真的僅次於羅志強 所以黃珊珊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站在徐曉星這一方 甚至影片後面 影片已經公布 所有人都罵一番了 都覺得說徐曉星就是威勢 就是權勢威壓這個警員 黃珊珊還講什麼 黃珊珊說徐曉星已經道歉 就事論事開完罰單就算 所以你看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都站在徐曉星這一邊 為什麼 因為他會讓所有的藍營 喜歡徐曉星的人知道 我在提曉星 我不是徐曉星的對立 所以這一邊我要唱的 就是你在那邊 我要讓藍營的好朋友知道 其實我黃珊珊 才是徐曉星的好朋友 而剛剛大家講了 蔣萬安做了什麼態度 雖然有很多的藍營的民意代表 都出來幫徐曉星 這個幫他講說什麼勇者無懼 勇往直前 大家講的不知道是勇往直前 要違庭還是怎麼樣 可是蔣萬安是完全沒有講話的 蔣萬安在隔一天的這個被媒體賭訪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你對於這個徐曉星的這個違規事情 是有什麼樣的態度 他就說小心 那個媒體記者要小心 就這樣子而已 就結束了 所以這對很多喜歡徐曉星的人而言 但我會覺得你講話沒有挺我 在我遇到 在你自己的這個同黨的同志 在遇到危機的時候 你也許也可以幫他打打氣什麼的 他沒有 可是你看黃珊珊可以完全 他既是一個律師 又是一個資深的議員 現在又是應該要幫這個公務人員出氣 保護公務人員的副市長 居然都站在施壓援警的那一方 我覺得很難讓人家接受 我也在強調警察執行那個不叫密錄器 因為我們每一次跟警察在講話 處理案件的時候 警察都會告訴你 在錄影 對警察都會提醒 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就是違規啊 或者是你犯了錯 你總會跟他講 我們講一定會講理由 警察抱歉啊 我剛進去上個廁所 所以來不及了 那警察就會跟你講 在錄影 跟你講的怎麼叫密錄呢 許曉星不知道警察在錄影嗎 如果他不知道 他如果不知道警察在錄影 那講話就不會這麼客氣 那個是用來保護警察 你知道嗎 那怎麼叫密錄器 那叫做執行紀錄器 所以執行紀錄器不能公布嗎 當然可以公布啊 他可以作為呈堂證供 另外我講說 這段時間你想想看 如果他這堵職這個警員成立 誰讓他堵職的 誰讓他堵職的 對不對 難道他跟喜曉星很熟嗎 很熟嗎 大姐他不用開了 那叫堵職 那叫做巡私堵職舞弊 他不是我跟你根本不熟嘛 那會有什麼會堵職 你就施壓 你的施壓讓我堵職 所以你到底是在保護警員 還是幫自己開罪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因果的關係 非常清楚 而這個圓警 我一直在講 這個圓警第二次生結 記得冤枉 就是他po到他個人 Integrating上面去 那抒發心理不爽怎麼辦 你沒有地方抒發 長官不聽啊 長官不挺我啊 我就自己po社群 不然他會得心理 會得心理疾病 他要抒發 那他的朋友 他的Integrating的朋友 當然是他的熟人 否則我就看不到 因為我跟那個圓警 不是聯友 也不是Integrating的朋友 那是私訊 他的朋友看到 覺得不爽 當然幫他po出去 然後呢 連幫他po出去都要辦 最近國民黨 不是在捍衛言論自由嗎 對 這不在捍衛言論 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在挺那個藝人 那這怎麼不挺呢 好 這怎麼不挺 雙標啊 我請教一下簡議員 這個周玉寇爆料 許巧欣說 把分局長 為了一張罰單 把分局長叫到辦公室痛罵 那你的了解情形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我也是 就是聽到周玉寇扣姐講 那我認為如果依照徐巧欣 5月19號開罰單 被開罰單 然後被爆料 然後他這麼勇於為自己澄清 不管是對上圓警 或者是對上爆料者 如果這一件事情是可以 是不實的 我覺得徐巧欣議員 應該要努力站出來 像過去他在為5月19號 這一張罰單一樣 捍衛自己的權利 他應該要站出來 如果有人這樣子指控你 你會怎麼樣 我一定會出來講 把事實公開 你所指數的 我在什麼時候違規 違庭 我為了罰單 把某一個分局長叫到辦公室來 你把時間地點講清楚 不然你就是濫用言論自由 來扼殺我 扼殺我的人格 那你應該要講清楚 所以我認為徐議員 應該也要針對這件事情 好好的講清楚 不然這件事情 其實對台北市議員的形象來講 真的會有傷害 那你平常有開車嗎 有啊 有開車 那你有開車 你有碰過警察把你攔下來了嗎 有啊 有啊 那你攔下來 或者是你當你要開單的時候 你通常是怎麼回應的 我就 他就叫我給他單 我就給他單 然後 不是給他單 給他那個身分證 給他身分證 因為他們現在用身分證 他也不用你的駕照行照 他用身分證 基本上就可以查 然後一查就知道這叫減蘇培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你口罩有沒有偷下來 我叫減蘇培 最近我被開了一張罰單 確實是戴口罩的狀況底下 然後他有要我出示一下 把口罩拿下來 我也有給他看 但還是開了罰單 開了罰單 我還是去繳錢了 這種時候 我們這種略有知名度 遇到警察要開單 不但口罩要戴起來 墨鏡要趕快找出來 墨鏡也要戴起來 不要給他震出來 沒有 震出來沒關係 你就說對不起 剛剛可能不小心 但是該開就開 對啊 就是不要給人家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 但我覺得蔣萬安 這個反應讓我很失望 你要嘛你就對於 許小新的事情 你覺得他哪些地方做錯了 他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改正等等 要嘛你就力挺他 就來一個不沾鍋 我覺得看出來蔣萬安這個人 真的是個小馬英九 蔣萬安真的錯誤是什麼 沒有準備好當台北市長 台北市警察局 大家長是誰 台北市長 警員受到這種委屈 然後黃珊珊竟然去保護許小新 黃珊珊就是你的對手 我是蔣萬安 從政治上 從我市長的肩膀上 我都應該出來挺警察局 開始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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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都沒做到 代表他根本沒有準備好 要當台北市長 是 那麼這個柯文哲 因為明天是六月一號 那在台北市的自由廣場 就要設這個五到十一歲兒童的疫苗接種站 柯文哲說這是白痴命令 不要再發明新的 那為什麼他這樣講 有沒有道理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柯文哲市長 針對中央協助六都 這個設兒童的疫苗 這個施打戰 那他為什麼會說這是白痴命令 來 我們來看福西 這個很白痴的命令 都在學校打完了他要幹什麼 不要亂下命令 中央宣布六月一號 加開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 台北市長柯文哲卻毫不領情 出關第一天依舊炮打中央 中央決定在六都加開六個大型的接種中心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得到任何訊息 沒有 柯文哲黃生生坦言事前不知情 被中央政策突襲 本來打疫苗就不需要群聚 自由廣場其實有很多快晒陽性的 我們也不太建議 柯山接力回答 認為在中正紀念堂 設疫苗接種站有疑慮 不過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 萬間臉書頗文反駁 雖然都是自由廣場 但兒童疫苗施打戰 和原先的車來速採檢給腰站 有明確的動線區隔 也有很遠的距離更吐槽 熟悉台北市的人 都知道自由廣場好大 距離又非常的遠 我們自己實測一下 在五六百公尺很遠 所以動線是完全不會交錯 所以這個是誤解 不會有這個所謂的 交互感染這些相關問題 王必勝強調 溝通上可能有誤解 先前的車來速採檢站 民眾由大校門開車進入 在兩廳院中間的自由廣場採檢 而兒童疫苗施打站 則是由大中門進入 直接到中正紀念堂本體一樓 室內採檢 動線分開距離也很遠 指揮中心出手幫助提高兒童疫苗接種率 被市府第一時間卻是開罵槓中央 但趕緊提高兒童保護力 才是當務之急 好 柯文哲的理由是這樣 他說疫苗在學校都打一輪了 如果民眾當天有問題 還可以跟診所醫院預約 系統在六月三號以前 可以全部處理完畢 結果你中央政府在 突然在中正紀念堂 開大型接種站 你想幹什麼 人家都打完了 你設那個幹什麼 柯文哲說 中央說減輕地方負擔 但事實真相是增加地方負擔 難道設點設立完畢以後 不需要調醫護人員進去嗎 有時候累死三軍就是這樣 為了好大喜功 這是柯文哲 那王必勝的說法是什麼 因為他體現說這樣子危險 因為在這個PCR的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病毒多 王必勝的說法是這樣 對不起啊 這是我們自己把它化成 這個中正紀念堂 那這個是自由廣場的牌樓 現在做這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車來術 車來術是從這裡大校門進去 進去以後呢 這個走到民主廣場這裡 這裡是一個廣場 所以在這裡做PCR 在車上擋嘛 對不對 對 那王必勝是說 我們現在啊 做這個兒童的疫苗施打站 是從大中門進來 在室內 在裡面做兒童疫苗接種站 這中間差五百公尺 這怎麼可能危險呢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偉 你怎麼看 我聽到柯文哲這樣評論這件事 我其實覺得是難過 我先講事情以外的本質問題 柯市長其實不要老是在檢討別人的時候 就說人家是白癡笨蛋 誰家的狗帶回去 講到自己的政策錯誤的時候 就說錯就改就好了 我就這樣子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這一種言以對別人 寬以對自己 對於率領團隊 或者精進政策 毫無幫助 不要以為大家都白癡 就你最聰明 這樣子論證不好 那回到事件的本身 現場除了空間很大 剛才宏一大哥講的嘛 王必勝說的 那個中正廟好大 以前我們三月懸運的時候在那裡 放了幾萬人其實都塞不滿 它很大 所以空間是可以區隔的 這是科學 第二個 以柯文哲的標準 以他的說法 他講說 這個旁邊有篩檢站 所以會有人確診 你這邊又打疫苗 會不會交叉感染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和平醫院啊 什麼大醫院 大醫院有收治患者 大醫院也有在做PCR檢測快篩 大醫院 你現在安排大醫院打疫苗 那個空間比自由館廠還要小 那空間更小 又有收病人 又有篩檢 又有打疫苗 你卻做這樣的安排 然後卻對王必勝 用這麼大的廣場 相隔半公里以上 一邊篩檢 一邊是打疫苗 你卻有意見 這邏輯在哪裡 是 最後頭到洪宜大哥 有看我們把他拔的拔拔拔拔 柯市長說 疫苗不是這樣打的啦 疫苗不用集中打 太好了 疫苗不用集中打 請問一下 你讓台北市民 讓台北市的長輩 跑去花博排隊在排什麼的 堅持都不用基層診所 我們各縣市都用診所來打疫苗了 所以你到底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還是為了政治而反對 不管為了什麼而反對 就不是為了醫學 也不是為了科學 我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講說我們都做得好好的 你不要趕快亂 台北市兒童疫苗的施打率 全國最低 你有做得好好的嗎 後面都不用打了嗎 第二個 累死三軍了 要調動人 人家王必勝在那邊籌辦 是幫你的忙 為什麼幫他的忙 用的是台北榮總的人力 沒有用到台北市政府的人力 用北榮的人力 來幫助台北市的兒童 增加施打的量跟方便性 累死什麼三軍 害到誰 我覺得如果只是因為王必勝 你就反對他 或者只是因為中央你就反對他 這不是討論公文政策 那如果說這是個白癡命令 侯友宜跟盧秀苑 會不會覺得這很白癡 因為台中跟新北也有 都有 反而是說在我們新北市要設一個 在板橋車站那邊 也設一個兒童接種站 那今天侯友宜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他本來不知道 他是看記者會才知道 那代表什麼 代表柯文哲應該 本來也不曉得說 中央的規劃到底是什麼 可是他在不清楚細節的情況之下 他的本能反應就是說 這個白癡命令 不是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講人家白癡 如果今天隨便罵徐群王白癡 人家會不會一直霸凌我 可是現在 現在柯文哲罵人家白癡 好像大家都喜以為常 好像覺得說 他沒有講人家白癡 他就自以為聰明罵人家白癡 誰叫狗誰帶回去 這都不好 我覺得大家對柯文哲實在是太放縱 才會讓他這樣口無遮攔的 隨便罵別人 白癡要笨蛋 這種很難聽的話 那第二個 你根本不了解狀況 那所以王必勝就出來打臉 你說會群聚 人家路線就不一樣 然後再來你說會影響到第一線的人員 那人家也沒有影響到你臺北市的人員 人家是 那站在家長的角度 其實我問過很多家長 其實很多家長是蠻歡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前兩天有的家長比較緊張 他等不到說再去學校打 而且現在學校都有時候會停課 那家長就覺得說看到有一些新聞事件 當然會想早點打 可是去診所去哪裡 都要排隊排很久 那所以說今天如果在新北 有一個大型的兒童接種站 可以讓這些消化這些家長的 這個打的人潮 然後可以安撫他們 讓更多人更有機會可以打到疫苗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那至於說柯文哲 我覺得他建議的是什麼 他建議的是說 他現在的校園 他已經安排好很多施打計畫 他認為說臺北市如果有大型接種站 會讓一些家長可能本來在這邊 校園有預約的 但提早兩天跑到大型接種站 會讓他們原來的計畫會打亂 我覺得他其實考慮的是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對啦 行政是有點會有點混亂 可是你可以讓家長放心 讓小朋友更早打到 這個其實站在民眾角度 我覺得是正確的方向 我真的搞不懂 五月中的時候 蔡英文說 我們在臺北市要設三個大型的PCR 柯文哲怎麼說 瞎指揮 亂指揮 然後現在又說跟你打那個疫苗 他說白癡命令 我就搞不懂 又不要你花錢 又不要你出力 給你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兒童疫苗 你有什麼 為什麼要那麼那麼生氣幹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唯一一個理由 就是你到時候這個攻擊 這個成果比我的好 到時候大家感念的是蔡英文 不是我柯文哲 唯一就是這個理由 否則我真的看不出來 你有什麼好生氣的 那我剛剛洪英哥也講 那如果這樣 那盧修彥為什麼不說是白癡 偶有疑 也沒有 對啊 也沒有啊 就只有你臺北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完全 還是在做政治上的一個考量 這柯文哲我講一下 柯文哲為什麼會講這個話 他前面有一段話就是說 幹嘛跑到中間健健康去 到學校就打就好了 他可能被隔離太久 不知道現在六月三號 才恢復正常教學 對 所以他就講說到學校就打最好 何必這麼高 剛才跑到中間健健康 他忘了 因為他隔離太久 他與世已經隔絕了 另外我講白癡命令 這句話很傷人 到底他講的是白癡下的命令 還是命令下給白癡使用 如果說這個白癡命令 是命令給白癡執行 哇 那不得了 新北市長 台中市長 所有人講話都變白癡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太聰明 他講話太快 你要搞清楚 到底現在學校的狀況怎麼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是一個配套 他不是永久 所以搞清楚再說 否則鬧笑話 你柯文哲在乎的只是他自己的面子問題 因為就是中央來出手 我昨天去台大醫院 一大早去做超音波檢查 外面台大醫院排到了中山南路 快到中正廟了 家長急不急著 而且都是牽著小孩子打 很多家長 台北市的家長急著要打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 尤其是對小孩子有威脅 所以有威脅 然後另外一個是 柯文哲就是他已經安排好了 台北市有一百五十一所 中小學吧 如果你每個學校到學校去打 你要動員的醫護人力 連疫已經被你抄得很慘了 你要動員的醫護人力 會比集中北龍派去嗎 所以柯文哲的邏輯根本不對 如果說這勞思動眾 你到每個學校去 你要動員到那些醫護人力 其實更勞思動眾嘛 他在乎的是什麼 他的面子 所以只要是傷到他的面子 他就叫做白痴命令 但是他自己的命令 你到底對不對呢 中小學的停課 而且現在是說六月三號 那會不會再延長 還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繼續遠距教學 然後你到學校去施打 那不是更勞思動眾嗎 所以就看到柯文哲這種人 只是在乎說 他做好的規則之後 他不能改變 因為其實他不只是 他的面子問題 而是他真正的是 他知道一改變之後 他自己的那套規則 可能又破功了 這個是台北市議員許舒華所提供 五月三十號 自由時報所報導 所以他可能是五月二十九 或五月二十八的這個數據 台北市那時候五到十一歲兒童打疫苗 台北市當時十四點四趴 新北市二十四點五 桃園十九點三 台中三十點二 台南三十一點六 高雄三十三點六 所以高雄第一名 台南第二名 台中第三名 新北市第四名 台北市最後一名 那最新的是這樣 這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給的數據 到五月三十一號 就是今天 台北市二十六點六 新北市三十一 桃園二十六點七 台中三十八點九 台南四十四點八 高雄四十五點九 高雄依然最高 其實高雄值得討論 就是說為什麼會那麼高 台北市也值得討論 為什麼那麼低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檢出北檢議員 為什麼大白市兒童的接種率最低的 我給大家報告 許淑華議員公布的那個資料 應該是針對於莫德納 那剛剛 剛剛這個創下哥有講 柯文哲很在乎自己的SOP 他按照他的計畫施打的東西 不准別人搞亂 是這樣嗎 台北市現在的這個兒童疫苗 施打的方式有三種 一個是平臺預約 上個禮拜有很多爸爸媽媽 一大早九點起來 就到平臺上面去搶 這個平臺預約 第二個是到醫院去做施打 第三個就是在學校集中施打 結果禮拜六突然之間 原本在六月三號才要到校的集中施打 台北市政府全部改在五月二十八號 讓私幼的幼兒園全部都可以去 所以平臺預約的人變成是最後施打 六月三號才施打 所以所有的爸媽媽媽就慌了 就說我會去一大早去平臺 搶平臺預約的原因 就是希望讓我的小孩提早去施打 結果沒有想到我搶到名額之後 卻是六月五月三十到六月三號才施打 變成是最後的 五月二十八號沒有預約的人 我可以臨時因為台北市長被人家打壓 被人家罵了之後 臨時設了一個接種站 然後到那邊去施打 然後很多人就去施打完之後 打完之後接種完之後就問 就問黃珊珊說 我平臺有預約的 結果我沒有打到 我現在到這個地方來施打 那平臺預約怎麼辦 黃珊珊說可以取消預約 可是民眾跟我講不能取消 因為他沒有取消件 所以整個台北市政府也沒有大亂 所以我要講 你可以臨時做政策改變 我們跟不上 可是我們總可以有其他選擇 剛剛大家講 為什麼臺北市的這個兒童疫苗施打的速度這麼慢 我給大家看 因為柯文哲其他的縣市 很多人很多縣市都可以在診所裡面打 所以臺北市也有很多的爸爸媽媽 因為預約不到 然後沒有集中施打到 然後他就到台北新北市去診所去做施打 然後你看臺北市喔 六到十一歲幫忙打莫德納的 醫院十四家診所兩家 五到十一歲打BNT的 醫院二十家診所七家 而且這一些都是集中施打 好像很少齁 很少啊 你看上面流感的 每年我們打流感的疫苗 醫院配合可以施打的是四十一家 診所是三百一十四家 你看差別有多大 而且我再補充 那為什麼他要弄那麼少啊 沒有他就是又是用那種集中施打的概念啊 就是跟之前去花博那種概念啊 你們台北市基層診所的那個林一南理事長 就坐在那個現在宇北陳將軍那個位置講過啊 他說我們基層醫師 台北市人數是最多的 都想幫忙 診所也最多的 對啊 黃毅大哥記得 他說我們都想幫忙 我們在等啊 台北市不用他啊 從那時候好心肝開始 基層診所好像就跟台北市長 不對盤嘛 他就不用嘛 那所以他都要用集中的 用大的醫院 然後現在中央要幫他忙 他又說集中大的是白癡 是笨蛋 應該要分散 不應該集中 這難道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事情 另外剛剛來賓有講到 六月三號是柯文哲安排集中打最後一間學校 柯文哲在他出關之後 出關前一天 他說因為開始打BNT疫苗了 所以台北市的學校什麼時候開始恢復實體上課 六月六號 大家都知道打了疫苗之後 你要讓身體的抗體要上去 要需要時間 你最後一間集中打是六月三號 六月六號就要恢復上課 中央一村兩天的時間 所以爸爸媽媽都不會緊張 當然緊張啊 所以會帶著孩子趕快去早點打 你台北市不給我打 我就去其他縣市打 今天不是還有一個新聞說 有台北市的孩子帶到屏東去打嗎 所以柯文哲不要去一直罵中央白癡 想想家長 你可以去消費這個孩子死去的生命 但你有沒有想到有很多的孩子 為了避免染疫重症 現在急迫想要打疫苗的心情 這很奇怪喔 台北市到目前五到十一歲 打疫苗是百分之二十六點六 可是高雄竟然四十五點九 對 來回差距二十八 我真的台北市的家長 真的要罵柯文哲 你是白癡 你台北市面積多少 兩百七十億平方公里 高雄是兩千九百五十一平方公里 十幾倍大 十幾倍大 我們是從中央山脈一路到海邊 人口台北市兩百四十七萬 高雄是兩百七十二萬 結果人家打的比例是 基本上是你台北的一倍 我覺得必須要講 台北市真的變成二等公民了 是 這個是苗博亞議員 因為還記不記得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陳志涵 重批小英總統暗卡 還記不記得 說小英總統在關底 把陳其邁鄭文燦這些人找來談疫情 開防疫會議 可是把結論明知道已經要爆發了 把結論暗卡 不跟台北市不跟新北市說 所以呢 他說小英總統草菅人命 結果台北市議員林苗博亞 真認為說哇 你這樣子引發市民驚恐 所以他就詢問台北市衛生局 依據回函公文內容說 所以他要求這個台北市衛生局回文給我 結果他說這個回文寫 中央各項重大防疫政策 均有透過公開記者會 並韓文地方政府 所以苗博亞說 你不是在打臉你自己 請教慶皇 他就自己詢問說 都有統計 對 而且大家去注意一件事情 你怎麼說 我只請問一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 你現在到底是希望提高 兒童疫苗接種率 還是希望降低兒童疫苗接種率 現在對防疫來講 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兒童疫苗接種率 今天蘇培剛剛所講 其實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用預約系統去做預約的時候 鄭大哥叫他去想一件事 我去預約 如果遇到臨時有狀況的話 我是不是要改時間 對不對 那我要改時間 我又不能取消 所以一定會有漏接的人 那漏接的人 你柯文哲 你有沒有機制把漏接的人把它補起來 沒有 所以中央在幫你補這個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是說 你現在看這個兒童疫苗接種狀況 就即便台北市回收的就是說 看起來願意接種的大概將近五成 那鄭大哥再另外告訴你一件事 代表說有五成的家長還在考慮 那對於這在考慮的家長來講 那難道你不需要設另外一個點給他嗎 所以我們再看第三點 對台北市市民來說 多一個選擇是好事還是壞事 當然是好事 哪有人限制說 我們只有一種選擇而已 最後我再講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剛剛要提說 你台北市到底是要提高 兒童疫苗接種率 還是你要降低兒童疫苗接種率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你去看自由廣場那個地方 今天就今天那個地方 雖然就像我們講的 他有這個做篩檢 採檢的地方 然後做PCR地方 然後也有做疫苗接種的地方 你現在台北市政府去告訴家長說 第一時間告訴家長說 那個地方呢 因為有做這個PCR 所以很危險 要小心病毒很多 如果鄭大哥這句話講完之後 有一些家長沒有搞清楚狀況的話 他是不是真的就不敢讓孩子去 所以你現在講的話 你是有可能會降低兒童疫苗接種率的 所以我才說 台北市政府所講的話 從之前到現在 看起來都比較像在做政治上的操作 請問對不起 這個你比較懂 我請教你一下 因為網紅四叉貓 他在臉書貼文 他說柯文哲所經營的Instagram 社群帳號 粉絲粉絲的數量 在這個五月二十九超車小英總統 成為臺灣最多粉絲的政治人物 可是四叉貓眼間發現說 柯文哲的粉絲裡面有一大群都是在不久前 才新增第一張照片 他說想不到他發現了 有滿滿一排的追蹤者 都是在不久前才新增第一張照片 而且新增的時間都一樣 讓他不禁直呼 然後底下的網友對這個四叉貓的回應是說 真的是不要惹到你 阿拉伯人真熱情 可能阿拉伯人也很愛檳榔 他們說 藍白有同一間行銷商的兇夷 整天嘴別人網均自己用得挺爽的 你是不是在暗示阿伯有買電 標準網均投追蹤人數可能高達十四億 欸這是什麼意思 majority 他的意思就是在說 這個先講一個大前提 他說柯文哲在這個Instagram上面的 follow的人數超過了 蔡英文總統 可是他另外在講的一件事情是告訴你說 奇怪這些帳號就是說 因為你要跟follow這個人的話 你一定會有帳號 那這些帳號他發現說 為什麼有一批的人 這些帳號都是在同一天新增 誰新增他的照片上去 那什麼叫新增照片 他就是開帳號 所以他就是新設立帳號 新帳號新上去是什麼意思 告訴你就是新的一批的 這個網路的網軍的部隊 所以那為什麼會提到阿拉伯人 是因為柯文哲在2018、2019那個時候 他有一陣子掉粉掉很快 在臉書上面 那所以後來呢 這個消息傳出來了之後 當然對柯文哲來講面子大傷 那所以後來呢 突然又看到說 他臉書的那個 我們是講說他按讚人數又激增 又增加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想說 奇怪為什麼會增加 結果後來有很多人去幫他點進去看的時候 發現你新增加的粉絲 竟然這麼多來自於阿拉伯 這個為什麼有這麼多阿拉伯人 會支持柯文哲呢 這個對大家來講 當然是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這就是我們在講的 因為網路上的操作 買讚、買粉絲、買帳號支持 這個是可以花錢去買來的 4X貓這個意思就是在諷刺說 你這個新增加看起來 看似面子到、增到了 比蔡英文來的多 但是呢 你很多的帳號看起來 是新註冊的帳號 他就不是真實 像我們平常使用社群很久的帳號 所以他說這些呢 看起來呢 是網軍的嫌疑成分 跟灌水比較多 灌水耶 灌水耶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這個是昨天晚上 我們有連線恩恩的爸爸 中和兩歲兒童 這個不幸去世 那恩恩的爸爸呢 他要想要真相 因為他81分鐘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特別說他寫說他感謝 夫妻都感謝陳時中部長 今天有明確的說明 事發當時有錄音存檔 一年內都可以調閱 然後他們夫妻也感謝新北市副市長 劉荷蘭的說明 他說新北市政府一定會整理好相關資料 按照相關的規定跟做法 針對家長的需求來做回應 然後呢 這個恩恩的爸爸說 我們想要強調的事不是回應 而是進一步承諾 讓我們夫妻調閱 所需要的完整記錄資料 以進一步釐清真相 恩恩的爸爸他最後能拿到真相嗎 新北市政府會給嗎 來 我們的看不需要 新北市議員舉牌抗議 要替兩歲男童恩恩 追出被耽擱的81分鐘 空點紀錄 侯友宜強調得整合所有資訊 才能協助家長 但對失去孩子的爸爸來說 一刻都不明瞪 為什麼我的小寶寶 遭受了81分鐘不合理的 救護者的等待 電話的記錄時間去是 從開始到結束 我們都是一通一通一通的 在撥打電話 中間沒有中斷過 請你們提供我所要求的通聯紀錄 還有你們內部很強的補助 恩恩爸心痛哽咽 只想履清真相 有議員要新北市長侯友宜 直接承諾提供關鍵陰導 當中曝光的新北市消防局 新北衛生局以及中和衛生所 由於19本來就有報案紀錄 但新北表示衛生局和衛生所 電話量太大 恐怕沒錄音 即便如此 衛生局和衛生所 依舊可以透過約巡當初通話者 進行還原 我瞭解你的態度 反正你就是不給嘛 就是八十一分鐘的整個流程的通聯 所有的相關資料 不是只有單一 以及個項目的資料 可是他們老闆 他也跟你們申請了 他來申請的 我們能夠給的 我們一定會盡量 侯友宜這個背群 只說到能盡力給 全力協助 服務院正面回覆 能給出什麼 而衛生局的1922英黨 早就準備好 是否就在橫向溝通間耽擱 導致N延誤就醫 釀成悲劇 而父母不放棄任何線索 而警示的這一塊真相拼圖 讀卻新北市 得幫忙不上 好 那麼這個 這個NN的爸爸說 昨天晚上他 陳志忠說他昨天晚上 已經收到NN的爸爸的申請 而且已經簽合了 今天中午就已經通知 領取1922錄音檔 這個陳志忠 這個事情已經說了 已經請他去領取了 那侯友宜在昨天 侯市長昨天說 針對兩歲同父親的 還原真相訴求 他說在疫情期間 每一條生命都是寶貴的 都會竭盡所能來挽回寶貴的生命 不要讓遺憾的事情發生 這是昨天 那麼今天 今天他又回應了 今天他回應是說 事後他這個市政府 其實積極有跟家屬保持聯繫 那麼 李坤成議員就說 如果有充分跟家屬溝通 為什麼NN的爸爸會站出來發聲呢 市政府有沒有責任呢 要不要道歉呢 那我先請教一下張志豪 張議員 你看 洪宜大哥 從侯市長的態度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始終就回避跟冷血 現在民眾要的是一個答案 要的是一個真相 侯友宜市長必須要打開你心胸 來面對你在危機處理的時候 你要很坦然的 把這個真相 包括時間序 包括錄音檔 來回應恩恩的爸爸 我想 這麼多人跟我一樣 都作為一個小朋友爸爸 我們我們都已經 我們都非常的期待 看市長的態度怎麼樣 如果市長的態度 你依然顧我 包括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議員跟你質詢也好 過去我們在業務質詢 要叫衛生局來 抱歉 一個衛生局長都可以免在議會八旬 一個衛生局局長從頭到尾議會在質詢的時候派一個誰檢證記證 沒有一個決策權的一個官員 然後在那邊接受議員的備詢 可是衛生局長是不是因為他要去防疫所以比較沒有 陳時中也在備詢啊 陳時中也在備詢啊 所以我說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就是說今天你做一個主事者 你是一個決策者 你是一個首長 你的態度決定一切 就站出來嘛 你直接面對所有的質疑 還有你爭議發生的時候 你是如何做危機處理 我再次強調橫向聯繫確實失誤嘛 衛生局跟消防局之間 你們的通話記錄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消失這八十一分鐘 誰在拍板決策 說清楚把真相全部公佈出來 他今天沒有答應 沒有承諾說要把真相交給這個恩恩的爸爸嗎 看到他們的態度 看到國民黨團開記者會那個態度 有要坦誠的面對這個真相嗎 如果你第一時間出來 你就跟你所有的民眾做一個報告 你說我們已經把所有的通訊 紀錄都已經調出來 那為什麼陳時中就可以 陳時中第一時間就這樣講啊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一個市長 第一個不要再迴避了 第二個不要再冷血了 你就站出來把衛生局跟消防局之間 還有市府哪一個官員做的決策 消失八十一分鐘 給恩恩的爸爸一個交代 給全新北市民以及全國民眾一個交代 那這個志豪兄我再請教你 為什麼中華衛生素 這個恩恩的爸爸連線卡三桶都沒人接 這對古年 這有意思喔 這個這個從去年 我一直不斷的有 這是五點半 五點半的 有記者來問我 五點半就有意思了 這個很奇怪了 其實我們防疫經驗 其實在座大家都知道 去年包括新北市都是高風險的熱區耶 我們中和更是重中之重 如果說去年你就有防疫經驗了 你為什麼第一線的這個所謂的防疫團隊 嗯 就是衛生所嘛 是 然後再來就是衛生局嘛 嗯 那你應該有去年的防疫經驗 你應該不會這麼亂才對 好 你既然去年有這個經驗 你今年依然發生 包括我們議員自己要打給衛生局局長 不好意思 都接不通啦 這樣喔 都接不通啦 那現在為什麼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先說防疫的前中後 現在居隔所有問題 新北市最亂 如果高雄 你學學高雄吧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請教 因為我覺得魔鬼藏在細節 沒錯 恩恩的爸爸說五點三十三分 四月十四 會保五點三十三分 南童叫不行 他緊張到緊的卡中和衛生所 結果他卡三桶都沒人吃 都沒人吃 不是 不是 戰線喔 是沒人吃喔 你如果戰線就表示大家都不行嘛 再來 五點四的議員 他第一次撥打一九二 一九二跟他說 要轉地方的衛生局 六點 再一次 六點 第一次撥打一九 也說一九告訴他要找衛生所 可是他說又打不通衛生所的電話 薑仔一桶了 這樣幾桶了 四桶好不好 四桶了 五點半到六點 奇怪 怎麼都卡不通 都沒人吃 下班時間啊 沒有啦 這個是綜合疫情 你知道多減重嗎 我跟你講 談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昨天也跟恩恩爸爸對話 他們兒子的名字跟我兒子的名字都跟名字 都基督徒 我小兒子也叫家恩嘛 都恩恩 我昨天聽到爸爸描述 你知道嗎 我那種難過就是說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孩子是因為疫情 導致他死亡 還是因為行政怠惰 對 搶救不及 害了一條命 五點三十三分 爸爸發現小孩叫不醒 另外一個小孩也在發燒 姐姐也在發燒 緊張 連續打中和衛生索 打半小時說沒人吃 可是你們發現很有趣 他在五點五十九真的沒辦法了 五點五十九他第一次打一一九 有人接吧 二十一分鐘之後 再打一次一一九也有人接吧 七點零二分 第三次打一一九還是有人接吧 中間呢 在六點零九分 一一九還回電 打一一九二二是五點四十二 有人接吧 六點零九分 打一一九二也有人接 我現在講都是地方政府在接電話的 你有沒有發現電話打都可以通 對 只有新北市的衛生索 中和啦 中和衛生索 沒人這麼多 為什麼 在四月十四號全國的確診人數 大概是三百到五百之間 相較於現在 其實那時候還沒那麼燒 疫情雖然轉區嚴峻 但是呢 量 沒那麼重 醫療設施是充足的 救護車是有的 然後呢 電話的戰線情況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打電話都通喔 消防局有最多 一九二二有最多 衛生索 沒人接 五點三十三分到六點都沒人接 我不是說中和衛生索一定有問題 可是至少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你講到這邊就是 今天恩恩的爸爸林先生講的是 你不要再講承諾保證了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那半小時 中和衛生索 誰坐在電話旁邊 直搬 uncode的人叫什麼名字 人在哪裡 主管在哪裡 這裡面有兩位新北市議員 張志豪跟葉元支 我覺得這沒有黨派問題吧 應該要求啊 每一個電話消防局有人在 這個一九二有人在 為什麼中和衛生索 那個電話打去沒人接 第二個消防局根據規定 他也要聯繫衛生索說 這一個確診者 我們可不可以出救護車 他聯絡聯絡 聯絡到什麼時候呢 一直到六點半 才打通衛生索的電話 對 恩恩的爸爸第一次報 報一一九是五點五十九 消防局打通要是六點半 也就半個小時三十一分鐘 你知道得勝民眾服務專線戰線 沒人接 我們屬於緊急醫療網 橫向聯繫 衛生局跟消防局之間電話 是會通的 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陳時中說十枚 已經收到恩恩的爸爸的申請 他也簽合了 今天中午已經通知恩恩的爸爸 來領取一九二二錄音檔 你看這速度有快嗎 就有了 這速度有快嗎 我如果是侯友宜市長 我會說好 我一個禮拜給你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這有衛生索 有衛生局 有一一九 有這一個消防局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原志兄 為什麼沒有承諾 有啦 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已經承諾了 承諾什麼 就是說要會公開所有的 什麼時候 資料 今天下午我看到他在議會 接受民進黨質詢的時候 有什麼時候給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給 因為我覺得 這樣就不算承諾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民進黨就是 每天都會追這個議題嘛 那你拖得越長 其實你越會給人家留下想像空間 其實對這個市府去處理這個 如果把它當危機 或者是你要讓大家相信 防疫是有能力的 是比較不利的 是 所以我覺得是越快公布越好 那這個事情其實會發生 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非常不幸 其實昨天恩恩的爸爸 我也有跟他對話 覺得難過 那他要求知道那個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也是很正常 你也是議員 新北市的議員 你覺得綜合衛生所為什麼卡都沒人接 這真的不曉得 所以請市府告訴大家 那時候綜合衛生所到底在忙什麼 那是不是在處理什麼其他業務 導致電話沒有人接 還是說因為當時的疫情 因為那時候是幾百例 那本來衛生所能力就比較不夠 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沒有接到 那給大家一個說法嘛 那後來 後來因為疫情不斷的往上升 所以市政府也有提供很多其他局處的人力 去接電話 那但是疫情的上升速度更高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就接電話 還是一直被人家詬病 就是說很多時候人家打電話去 都沒人接或有戰線 那當然就是不斷要滿足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是一個其中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這個案子是 消防局接到電話 消防局接到電話 但是當時中央的指引 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還是清零的思維 所以確診者 你是不能自己離開家裡面去醫院看病 你一定要救護車去載你 防疫或防疫計程車 而救護車防疫計程車 一定要衛生單位指派 那那個所以關鍵就是在衛生單位 就在衛生所或者衛生局 因為消防局那時候 即便是聯絡到醫院 要去把人載到醫院 醫院都不熟 所以我覺得關鍵真的就是 就是衛生局到那時候 到底為什麼沒有接到電話 還有就是有三十分鐘 衛生局在調度 調度整醫院 就是說到底要送到哪一家 他大概花了三十分鐘左右 這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 趙兄你們會讓當成恩恩的爸爸的依靠嗎 我們一定是強力的持續的要求 市府必須公開整個真相 因為恩恩的爸爸 其實大家都在等一個真相 如果侯友宜市長 你不要再哽咽了 哽咽是一時的 現在你重中之重要做的工作是 你要回應民眾對你的質疑 以及這個爭議你要去怎麼解開 唯一的就是通訊 所有的通訊全部解開 公諸於市 所以這才是你應該現在應該要有太多 而且是限期內 我們一直不斷要求市府的是 任何資料都限期內要提供 那待會兒我們回來看 因為除了這個桃園國民黨的這個候選人說 被這個突襲之外 那麼今天的苗栗 說明天就要徵召徐志榮 提名他選苗栗縣長 結果徐志榮今天竟然說 我不選 我沒有意願 為什麼會這樣子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今天五位三十一 國民黨在昨天三十號下午發出聲明稿 宣布將由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立法委員徐志榮參選苗栗縣長 但是才今天而已 他就出來說 我有點錯愕 他說他沒有意願 他不會參選 徐志榮今天強調他的態度始終如一 重申選選長不在我的人生規劃裡 所以我不會選 徐志榮說他家裡還有九十幾歲的老媽媽 如果選選長就到處奔波 老人家會心疼 他不願意這樣 相信朱立倫主席 你不會為難我 他拒絕黨中央的徵召 來 我們來看我們一下 立委徐志榮被國民黨選策會建議 徵召選苗栗縣長三十一號公開鞠躬道歉 孤負相信 孤負我老婆的希望 在這邊再次的道歉 兩度道歉 謝謝黨的抬愛 徐志榮說他堅持自己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不會參選 第二個就是全力支持 我們黨所提名的候選人 針對三十號黨中央向突襲式的建議尊招 徐志榮坦承隱約知道 等到結果公布有點錯愕 也第一時間透過LINE告知團隊 成功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表明自己不參選要當言而有信的人 而最先表態參選意願的苗栗縣議長 中東景走訪基層也向黨中央喊話 走訪十八鄉鎮不間斷 中東景說老婆不希望他跟人鬥 女兒則默默支持他 不過藍衣基層對朱立倫越來越不滿 前苗栗水利會長謝伏宏 議長中東景都希望黨 快點用民調宣出人選 就怕再拖下去會影響選情 徐志榮說我不選 然後今天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在立法院受訪 他說堅持提名徐志榮 有兩個理由 一 他民意支持度最高 是各方比較能接受的人 所以他民意支持度高 各方都能接受 本週三也就明天一定要徵召他 我都不要選結果你們要跟他徵召到 全世界有這個事情 哈總訓 這個厲害了 徐志榮不能像張燦正那麼笨 一口都答應了 那一答應就要到處道歉 對不對 你看張燦正一答應 道歉了兩個 明天滿兩個禮拜 所以徐志榮是老鳥 他怎麼會到處要下來個性 他的個性就是不爭是真 聽到了 不爭是真 不爭才厲害 我不要我不要 我通常不要 我第一個 我人生規劃從來沒有選現場 第二個 我絕對支持黨提名的候選人 不就是他嗎 不就是他自己嗎 所以未來他只要拿掉一個石頭而已 就是中東景 其他全部搞定了 其他所有的老縣長老議長 全部搞定了 連那徐志榮也在演 我絕不相信 這個我絕不相信 個人一定知道 個人知道 但是呢 徐志榮說我跟你講 你提命 你放出這個消息 你看為什麼不像張燦正 禮拜三直接講 通常會前兩個小時才通知議長 為什麼要提前一天鋪陳 要鋪陳 因為張燦正那一出演得太難看了 所以徐志榮說不要害我 我只有一個要求 我答應可以提前一天說 讓我把心情表白一下 然後呢 明天你硬提我 我的第二個選項就是 只要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 我全力支持 那不就他自己嗎 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這很厲害 蘇立倫被張燦正那一次傷到了 所以這一次徐志榮的做法 絕對更精緻 後面新竹還會更精緻 好來 千萬你怎麼看 你看今天徐志榮跟你講的是什麼 今天徐志榮講的很有趣 他說辜負黨 辜負鄉親 辜負太太的期望 對 講了太太期望翻出來之後 然後還講說 他下輩子還要再娶他現在的太太 你去想他拒絕國民黨中央提名 為什麼連他下輩子要娶他太太 幫他講出來 對 因為對徐志榮來講呢 他現在你注意看 上個禮拜就開始有媒體的訊息 開始出來 因為在苗栗這個地方 他有派系的問題 但他派系現在都擔心說 桃園的事情會在苗栗上演 然後你再看這個也很有趣 這個也是這個徐志榮自己跟媒體講的 你看他怎麼講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苗栗國民黨最想選的是誰 議長 中東景 所以你看他怎麼講 你看徐志榮堅決表示不願意參選 甚至直言中東景與自己有情有義 若參選就是讓自己不義 然後他講到不義之外 還把媽媽拖出來 他說什麼呢 家柳九十歲老母 若參選就是不孝 所以又不義又不孝 所以他怎麼可以選呢 你看前面那個是跟人家簽約說 要支持某個候選人 然後現在是說這個跟中東景之間有情有義 這個一旦選下去就是不孝不義 那換言之我問你 徐志榮這一番在跟你講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說要選的話 我會得罪中東景 我會得罪徐耀昌 我會得罪那個上面簽名的人 所以現在如果要選的話 你國民黨要想辦法先解套 這些所謂的不義不孝的狀況 你要先幫我解決 你不解決我怎麼選 所以你才會看到這個很奇特的狀況 國民黨昨天是幾乎用發新聞稿的方式 他告訴你說這個 我們就要建議徵召徐志榮 然後講這句話的同時 國民黨的新聞稿怎麼寫 他告訴你說這個前苗栗縣長劉振宏 苗栗王說他要當他的總幹事 然後說議長中東景也會支持這個 支持徐志榮 結果這話講出來之後 記者拿這件事情去問中東景 你知道中東景怎麼說嗎 中東景的講法是說 思緒混亂尊重黨中央 那資訊混亂叫做要支持支持徐志榮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你看才今天 中東景馬上跟你說 就來一場民調 讓大家公平的去競爭 然後你知道上個禮拜 這個我們講說劉振宏 劉振宏自己在做民調 他想選 而且他在做民調 然後他做民調的時候 還沒把中東景放進去 他做這個民調的時候 記者拿著去問中東景 你知道中東景怎麼說嗎 中東景竟然說這個黨中央現在處理方式不好 他說現在是降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我請問你 這個中東景去講 降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君講的是誰 君當然講的是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那降指的是誰 降指的是他自己 那請問黨主席有力 他是降議長可以軍命有所 這個降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請問這不受是什麼意思 那請問 因為中東景有出來說 這個朱立倫有去找他 然後說我不會提名你 因為你好像有什麼 有強姦跟殺人 殺害 傷人 殺人 殺人 中東景自己出來 他出來講說 他是依照大家定義的話 那個是通姦不是強姦 然後通姦現在已經處罪化了 所以第一個部分 他是這樣敘述的 那第二段 這個敘述更厲害了 第二段敘述是說 他說年輕的時候同學 那結果這個起了口角 兩派人馬爭執 所以就順手拿了一把刀 去把人家肚子給割破了 那化破之後呢 看到腸子了 但還好只是輕傷 所以他一跳完之後呢 大家想說 哇 你的定義 跟大家都不一樣 他的描述實在太精彩了 他連腸子流出來都講 那只是輕傷 輕傷 那不是 中傷是腸子掏出來 那不知道中傷叫什麼 器官素才算中傷 這個苗栗跟桃園 我覺得好像在演重播劇 只是地點跟人民不一樣 第一 你記不記得朱立倫跟羅志強 也是講說你太弱 我就是不可能提名你 於死亡破 對 那跟中中錦講的 只是理由不一樣 演的劇情一樣 就是想選我不給你選 不想選的我硬要逼你選 那現在在苗栗這個事情呢 還有另外一件有意思的是 我不曉得 因為那個余將軍在國民黨比較久 還當過主委 國民黨是不是有個毛病叫做 就不聯絡當事人病 就是我今天要提名你 我應該要跟你講好 對 我講好了 我才在長中央宣布 我明天要提名他了 都不跟他講 提名人家 人家說我好錯愕 我講了N次我不選了 不通知他 通知記者 張善政要去桃園 要去見那個邱議長 通知了所有記者 就是忘記通知邱議長 這什麼毛病 然後現在人家說我就是不選了 他說沒有我不管 我明天一定要提名你 你知道這裡面有個美感喔 我今天因為這個習立委 徐志榮在我們立法院 我其實他是一個客氣的人 嗯 他蠻客氣的 他這次在講什麼呢 他說不能言而無信 他特別提到說 這個他對 不管是劉振宏啊 這個中東景等等 他都跟他們講過他不選 然後呢 這一些人呢 國民黨也說 只要你徐志榮出來選 這些人呢 就不會有意見 那現在是誰在騙人 嗯 誰在騙人 徐志榮不會騙人啊 所以徐志榮根本說 地方根本沒有 沒有要聽你黨中央的 你黨中央硬要提名我 我也沒有跟你說要選 然後你硬要提名我 叫我去修理這一些 不聽你黨中央的人 忘了潘啊 所以我不選 我不選呢 我還告訴你 我對不起我太太 我下輩子還要娶她說 我就是不選 這一齣戲喔 我才會講 陶竹苗 是國民黨的優勢區 陶竹苗弄成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林維州 跑去選竹北市長 我跟你講 整個陶竹苗在國民黨來講 沒有黨中央 只有地方諸侯翻證割據 這個苗栗 這國民黨長期執政 我說實在 國民黨派出誰 都會上 都會上嘛 所以說那徐志榮 我覺得覺得奇怪 那你在國民黨 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難道沒有跟他討論過嗎 怎麼會沒有討論呢 還讓他就是說 霸王一上功 就是你啦 橫財入照 哪有這樣的道理 不可能 一定有討論 如果家有九十歲老虎 就是徐志榮在演 其實不是這樣子 所以最早的時候 其實苗栗跟桃園不一樣 桃園是派系太多了 所以服不了誰 苗栗是不一樣 苗栗三線海線 大流小流 新黃老黃 他們是有一些恩恩怨怨 但是有一些傳統 學校上是黃的 現在該輪流的 所以最早的時候 其實他們裡面 是希望徐志榮 但徐志榮從頭到尾 連地方大佬 傅學鴻什麼 他都不答應 他就說他不要選 他的意願很清楚 但是他確確實實 在所有國民黨裡面 那些人選裡面 他是最高的 但是因為他最後都不選 所以才會謝福鴻 但謝福鴻之外 就牽涉到地方上的複雜了 那國民黨還是去勸 但是國民黨後面 朱立倫和黃建廷 演得難看的是什麼 他勸不了徐志榮 他也沒辦法去擺平地方 然後怎麼辦呢 反正明天朱立倫 中場會完畢之後 就坐飛機去美國 不好了 所以他這個叫做 霸王一下 無惡事 無惡事 這個叫做不負責任 就跟我們前面剛剛沒講到的 侯友是一樣的 其實81分鐘 你知道如果要掉救護車 桃園新竹都掉來了 如果是直接的 一路開那個閃燈 直接就掉到了 所以作為一個 照理說恩恩是不需要去世的 對 就是那個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在乎 你是一個有責任感的首長 你怎麼是 你還要等著是什麼 恩恩的爸爸來調查 我馬上調查清楚 我不能讓我的市民有這狀況 跟朱立倫一樣 所以真的還是前後任 兩個連在一起了 朱立倫也是說 好吧 反正我要出去了 黃建廷 我不管 我就徵招了 徵招之後 你要炒威炒不到 我現在是去美國 如果能夠看到坎貝爾 他就贏了 所以其實 根本就是 他們從頭到尾 沒辦法說服徐志� 不是說沒跟他談 談了很久之後 是沒辦法說服之後 我乾脆甩爛 就是你了 用狂的 用狂的 不是 我補一句就是 國民黨這一個陶族 至少陶族苗的提名文化 充滿了宮廷 而這個宮廷又很小 就那幾個人 然後這幾個人呢 做決定又不負責 然後做了決定呢 欸 我就提名你了 我不管你 我禮拜三下提名你了 他說沒有 我不要 我就提名你了 然後跑掉了 這個如果是國家大事的話 這如果是國家大事的話 這還得了 沒有 徐總拒絕不了 他就有辦法給拒絕 就我退黨 對 否則他不會這樣做 所以朱立倫算準 他一定會接受徵招的 所以朱立倫一個位號叫 做事做辦套 做事做辦套 朱立倫一個位號叫做辦套 做事做辦套 你要提名張三陣 你要把他下面的事情搞定嘛 好 提名張三陣 跑了 邵三陣到今天還沒辦法見到 李玉玲 到現在看不到 對啊 見不到啊 沒有見 我問你現在來怎麼辦 好 然後呢 徐志榮你要把他搞定啊 派系搞定啊 你也不搞定 就是提名你了 所以那徐志榮也很妙啊 他說他老婆要他 希望他出來選縣長 然後他現在不選 那你還要跟你老婆 下輩子再結婚啊 因為已經結糧子了 老婆叫你選你不選 也不是啦 是大老們勸了很多 他老婆軟心軟的 他不是說他老婆 一定要他選啊 對啊 那問題是 至少你老婆支持你嘛 希望你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那個邏輯真的很慣 那裡面我懷疑是 是不是他老婆回覆說 好了 我叫我剛選啊 那沒有說成 也就是說 這裡面充滿了 俄系跟宮廷 也就這麼重要一個縣長 那就耍賴啦 就算是國民黨長期執政 每年總預算三除數幾乎是零喔 這個縣喔 以為台管會有算幾乎是零喔 全數通過的喔 那現在為什麼要扯到太太 是不是你們在遊說的過程當中 是跟他老婆說好了 不是跟本人說好了 那我再請教一下余將軍 李玉玲到現在還不見張善政 不會見的啊 不會見 因為 絕對不見 這個至少現在見不見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張善政已經開始 每個區域開始跑了 然後他今天到龍潭去了 李玉玲的選區不是龍潭平鎮嗎 他一到龍潭去了 他說我是在科學園區工作 所以龍潭有很多老朋友 所以一大堆運人就蹭上去了 所以李玉玲見不見已經不重要了 我現在已經開始跑了 已經開始砸根了 而且我的民調這麼高 有贏陳時中 我有贏徐國勇 我連隔壁信徒縣的林志堅 我都贏耶 所以就表示說 主席是會演獨具 真是找對的英雄 所以李玉玲